猫山王是很受国人喜爱的马来西亚榴莲品种 自从2019年起 中国放开了对马来西亚进口榴莲的限制 才对以完整榴莲的形态进入国内 这不是人红是非多 网红甜品店猫山王有一件商标侵权案件于近日审理宣判结果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网红甜品猫山王店由南京猫山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 近年来靠主打榴莲甜品在南京走红 并将连锁加盟做到了全国 同时猫山王公司还注册拥有猫书图形商标猫山王 Mu Sankin几图商标Mu Sankin商标 2020年11月南京猫山王发现 重庆与北区有一家挂上了猫山王招牌的甜品店 有侵害其商标群的嫌疑 故决定将商家起诉至法院 起诉理由为涉案甜品店在其店铺门头及产品上 突出使用了自己的商标 构成商标侵权 而被告方认为猫山王是马来西亚榴莲品种 属于通用名称 本身不具备显著性和识别性 对猫山王的使用细非商标使用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南京猫山王自2014年起通过实际使用和大量宣传推广 使猫山王与榴莲甜品建立了联系 与北区猫山王甜品店的行为构成了商标意义上的使用侵权 判停止侵权赔付3万元 身为榴莲经营者是否应该自己去注册猫山王商标呢 作为一名榴莲经营者 如果您没有与猫山王品牌有任何商业合作或授权关系 那么自己去注册猫山王商标是不被建议的 首先猫山王是一种特定品种的榴莲 其品种和名称已经被明确定义和认证 在中国猫山王是一个受到法律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 其商标已经被注册和认证 因此作为一名榴莲经营者 您没有权利将猫山王商标用于您的榴莲销售 否则将可能侵犯猫山王商标权利遭受法律追究 其次如果您想将猫山王榴莲作为自己的销售产品 应该寻求猫山王商标所有人的授权或合作 以避免商标权纠纷 如果您确实希望自己建立一个品牌或商标 您应该选择一个自己独有的名称或标识 并在合法的程序下进行商标注册和认证 总之作为一名榴莲经营者 您应该尊重和保护其他品牌和商标的知识产权 遵循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 如果您希望建立自己的品牌或商标 您应该进行合法的商标注册程序 并保证其与其他已经注册商标的差异性 以避免侵权和商标权纠纷 商标是企业或个人在市场上标示其商品或服务的独特标识符 商标的注册和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可以保护企业的品牌形象和声誉 防止他人非法使用商标 误导消费者甚至竞争对手恶意抢占品牌市场 因此对于商标的侵权行为 是需要法律进行打击和制裁的 对于这个新闻中提到的猫山王商标被侵权的案例 起诉获得了三万元的赔偿 这表明侵权商家承认了其侵权行为 并且需要为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同时赔偿金额也反映了侵权程度和商标价值的一定关系 具体的赔偿金额需要考虑多种因素 如商标的知名度 侵权行为的影响程度等 从商业角度来看 这个案例也提醒了企业和个人 在注册商标时 要特别注意商标的选择和保护 尤其是对于一些具有较高商业价值的商品或服务 如网红甜品猫山王 更要加强商标保护和维护 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企业的商业利益 树立品牌形象 以及保证消费者的权益和安全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